小路施主已经将心一把完全融合在子孙的武学之中 同时一招一式都可以随意地调动其内的真气 以此在切胜威力 其影视力已经可以和寻常鞋蛋修士平奔秋色 真是英雄出少年了 无心大师 等我再长大一些 我再来找你切磋 无心大师 你说我的本命真气 本机变得和别人都不同了 那我要不要给他取个名字呀 当然可以 小路施主体内的本命真气 应该是世间所独有的 自然可以换个名字 那叫什么名字好呢 我觉得吧 我现在的本命真气可以转化于一种特殊的力 然后可以放出体外 因此就叫牛逼之力吧 怎么了 是这个名字不够屌吗 老大 你觉得名字不是不够屌 而是屌过头了 我觉得既然是由内放外的力 不如就叫内力吧 内力 好没有特色 一点都不酷 无心大师 您觉得哪个好 秦丰觉得 家施主说的内力比较好 行吧行吧 内力就内力吧 那今后我的本命真气就叫做内力了 小路师主 明天准备离开了吗 嗯 再有几个月就到黄天圣楼了 我答应过掌门姐姐要在黄天圣楼开始之前回去的 小路师主 准备什么时候回峨梅呀 明天吧 不过回峨梅之前 我想先去一趟东瓜村 去小兽长大的地方看看 小路师主 镜上还有钱吗 上关石榴走了 林小路的钱也早就花完了 大师没事 下伤后我去做点正当的小生意就好了 你懂呢 什么生意啊 有好的去跟别人要钱 小路师主 修行讲究柴侣法地 小路师主不是苦行风 怎无本文可不行啊 这里是几盒洗尘的 还有十几两碎银子 是贫僧这些年给山下村民治病所得 啊 这 大师 这不好吧 小路师主 小路师主 收下便可 贫风清净惯的 用不上这些 少年离开了生活两年的破旧寺庙 告别了一直照顾他的无心禅师 再次启程 而在今后的时光里 无心禅师也都一直是他心中仅次于李明如和说书先生的长辈恩师 啊 大娘 给我一碗凉茶 三文钱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登途浪子 爷爷 是青城山的马匪 将来都是纸球材 吐伤人 你们都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好管 没事 爷爷是峨眉山的土匪 向来都是纸球材不伤人 你们都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保证没事 这哪儿来的小牛鼻子 这么少就来寻死 笑死爷爷了 还学我们说话 逃长齐了吗 小道士 你是赶着投胎吧 可惜了 虽然傻了点 却是个勇敢的家伙 长得也挺好看 怎么着啊 小牛鼻子 想跟爷爷我俏量俏量 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衣服 裤子 什么都要 大哥 我身上就这点东西了 内裤 内裤 您能不能 能不能 熊熊这样还学人打结 大叔 你是在侮辱我们这个行业吗 马飞听得都快哭了 那他们自己要有钱还用打结吗 阿屁股系在树旁 走吧走吧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大哥 大哥 嘿哟 居然还真是道上的 入行几年了 回大哥 两年了 才入行两年你就敢闻过肩龙 活该你被我抢 我现在要是去闻生的话 都只敢闻个螃蟹 大哥 闻螃蟹 这些是个啥讲究啊 哼心霸道啊 这你都不知道 真是耳瘤子 根本不配打结 滚蛋 下一个 你戴个独眼龙眼罩 是真瞎子啊 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样有逼格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不是瞎子你带个毛 滚蛋 这样我想恶不想就撤 嘿嘿 扎起来也还行 得有五六十辆银子了 多谢道长 建议勇为 在下两仪剑派 钱诗诗 敢问道长您会 好说 在下以德夫人帮帮主 林小璐 林道长 我看您刚才 对付那几位马匪非常轻松 其一身本事简直比我师父还高 我相请道长帮个忙 无论成不成 在下都有重心 什么 我爹本是一名乡尸 因被当地的知府康害家产 故想要进京告狱状 却被那个狗怪拦路抓捕 含冤入狱 小女子想去筑气翻案 但是小女子势单力薄 不知林道长可否 你家乡离这儿有多远 不远了 还剩下两天路程 你爹是宋国人 宋国哪里人 洛城人士 你是洛城的 那咱俩是老乡啊 我也是洛城人 真的 林道长是洛城哪儿的 我跟爹爹是冬化村的 哇 你爹是不是钱远外 你认识我爹 道长 我爹就是钱中书远外 我去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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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局长得夜 对 我去家里面 我去家里面 她要衣服是 dla你 我去家里面 对 你去家里面